绿园道旁有面透天错的墙面上画着一个女孩 对面的墙面上则画着一只猫 彩绘艺术家说这只猫是男孩化身的 虽然和女孩背对背 中间还隔着一条巷子 但他们手里都拿着毛线紧紧相细 展现坚守誓约的决心 两位角色手中都会有拿毛线球 然后把毛线球的设定是一个思念的意思 所以他思念的这个意向 他们就会穿越他们的身体 然后也穿过中间空白的这个巷子 猫的墙面还画有大树和青草 以及代表海洋的水母 呈现男孩的热情 而女孩墙面则画有鲜艳的玫瑰花和蝴蝶围绕 呈现柔美的一面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其实每天常常就会有路过的民众 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会有运动的民众 然后都会打招呼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观看 然后我觉得作品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我是非常开心的 铁路绿园道从国义高速公路到正义路一带 有许多透天措较为老旧 有六户透天措的墙面 获选参与市府都发掘的建物彩绘行动 邀请多位彩绘艺书家用彩笔装点 让老旧建物焕然一新 也和全新的绿园道融为一体 所以这个做起来因为有这些年轻的老师在画的话 他们的构想会跟我们一般的他比较新潮 所以做起来看起来都非常的好 那在整个三民区这个范围内 总共有十位艺术家创作了十三幅的一个艺术作品 那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创意 那我们也很感谢说 这一些我们的一个居民提供他的一个墙面 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艺术彩绘 原本隐藏在铁道旁的建物 在铁路地下化变身绿园道之后 成为园道第一排 而以彩绘方式让外墙快速换装 呈现崭新的一面 为绿园道增添一幅美丽风景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